好,大家好,我是来自CubeH社区的每天的徐飞,下面呢,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如何使用CubeH在不稳定的网络环境下,然后来管理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边缘集群 好,下面呢,就开始正式内容,好,首先呢,这里我放了一个其实是边缘计算的整个一个层次结构图 大家呢,从这个图上,就是从右边往左边呢,可以看,右边呢,我这里画的是一个中心云,再往左边一个呢,是省级边缘 这往边上是一个地势边缘,这往边上呢,是我们一种就是移动或者是一种现场介绍的边缘 好,这里呢,我画过它的依据呢,就是从其实从我们的最中心的右边的数据中心 一直到我们的那个其实最末端,就是我们的那个现场介绍 对,它整个就是这个边缘计算,它接入的一个特点呢,就是 它越到这个末端,就是我到这个现场,我这个设备端呢 它的这个设备数量会越来越多,然后呢,它就是跟中心侧这边 这个连接的网络呢,也会不太稳定,对,比如说像我们在 财政的数据中心呢,它可能都是插网线的 它像我们这个,像现场的这些设备啊,或者是一些省市级 第四级的边缘,跟中心云连接的,它往往如果不拉专线的情况下 就是一些不太稳定的网络 好,这样造成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想在中心云上 通过中心云来管理我们这些省级,第四级,甚至说是现场的一些 啊,这种传感器设备,对,这中心云上统一管理呢,就会 啊,带来一些困难,就在这种不稳定的网络环境下 好,我今天就带着这个问题讲一下,就是说我们CubeH如何来 就在不稳定的网络环境下来进行这种优化 好,啊,这个呢,就是我这里简单罗列一下,就是说为什么需要边缘计算 这里我大概过一下 就是我们传统的,就像我们的云计算,都放在数据中心里面 就这里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一个边缘计算呢 就是随着我们其实现在越来越的,就是中端设备呢 这个算力越来越强了,其实我们,像我们一些中端摄像头啊 我们都希望,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我们中端产生这些数据呢 能够在中端尽快处理响应,对,然后直接给永恒返回 对,除非一些比较那种,就是后期要处理的数据呢,在上云 对,这个就是边缘计算它目前的一个趋势啊 这里呢,我罗列了四点 第一个呢,就是低延迟 就是我们在,有一些可能需要现场快速响应的 所以说我们在,就是在这个,靠近用户侧这边就给它处理掉 好,第二个呢,就是海量数据 就是我们大量的这种设备呢,它产生这种大量的数据 不可能都到这个云上,所以在那个,就是我们的靠近用户侧呢 先处理一下,或者脱迷啊,或者是进行一些压缩 最后的上云 好,第三个呢,就是涉及到一些安全 就可能大家觉得,我的数据全部到一个中心远 或者做安全性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我还是希望,最后本地呢,先进行一下脱迷处理 然后再到我的云上,这样呢,会更安全 好,最后一个呢,就是我的一个本地自制的能力 就是像我们这么多这种设备 像我们比如智能车啊,或者什么摄像头啊 它如果跟这种中心远上断开呢 我如何能在本地能够,就是稳定的运行呢 对,这也是边缘计算里面比较有意思的点 好,这个呢,就是边缘计算现在的,就是四大因素吧 推动的这个边缘计算的发展 好,下面呢,我们先看一下Cubernetes的架构 Cubernetes的架构呢,大家应该比较熟了 然后就像我左边画的 它上面呢,就是一个控制面 控制面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master 下面呢,就是数据面 数据面呢,其实这里画的是那个节点 对,它呢,其实Cubernetes它的设计呢 是最初的设计,包括现在呢 很多都是把它运营在这个数据中心的 数据中心呢,就意味着它有稳定的网络 其实像我们的这个,下面这个节点 它跟这个master这边呢,其实有 一个稳定的网络连接 它Cubernetes这个机制呢,也需要 依赖于这个稳定的网络 对,这里面呢,其实有一个比较出名的机制呢 就是Cubernetes里面像它节点 跟APS server或者它上面的控制面上的controller manager 比如说我这个节点离线就长时间 比如说五分钟,十分钟,甚至更长时间 它再连上以后呢,就会触发一个release的操作 release呢,就是它会把它关心的数据都拿回来 不管说之前有没有 这样的话就是造成一些容易数据的这种传输 这样在我们边缘本身这种带宽受限的情况下呢 就会造成一些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它那个watch往回推的时候呢 缺乏一些就是这种可靠的传输的机制 其实你有没有到达客户端 客户端有没有处理,其实是不知道的 所以基于这两个呢,我们其实呢 在CubeH里面呢,就做了一些增强 好,下面呢就是,我还是罗列一下 就是我们当初呢,想就基于CubeNet这种架构呢 做一个边缘计程的平台 但是我们是怎么考量的 就是有什么优势和,就challenge 有什么优势和挑战 优势呢,我左边也就不多介绍了 就是一些就是云园生活KBiOS的很明显的优势 比如说我们的第一个容计划的工作负载 这样的话就是在我们边缘计算呢 尤其是像一些嵌入式场景呢 如果我们把应用容器化呢 就是会减少一下这种应用的适配 其实我们在这种传统像嵌入式啊 这种它很多的软硬件都是那种偶合的 比如你换了硬件,可能软件需要首先编译啊 什么的,如果我们容器化了以后呢 这种跨屏的迁移啊,或者兼容啊 都会做得很好 第二个呢,就是一个通用的应用的抽象 我们知道像KBiOS它的API呢 现在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标准 这样就是说,如果这些使用KBiOS API的那个 就是用户呢,也可以 就是直接呢,用KBiOS API来操作我们的边缘平台 第三个呢,就是可扩展架构 可扩展的架构呢,就是包括一个API 像KBiOS里面的CRD 我们可以通过CRD来扩展各种API 这里呢,我们其实在边缘里扩展了一些 就是边缘IoT型管理的API 好,下面一个呢,就是一个就是组件的扩展 比如说我们的CSI,就是网络存储 这样的话,在我们边缘场景里 其实也是可以用到的 就边缘网络,边缘存储 好,下面一个呢,就是右边呢,是挑战 挑战的这里分了四个部分 第一个呢,就是资源受限 其实我们在很多这种边缘场景里面呢 其实它资源都是很小的 比如说我们有些摄像头 还有一些车仔或机器人里面 它的这种资源都是很有限的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对这个KBiOS的资源 做一些裁减,清量 下面就是不稳定的网络 这个也是今天的一个重点 不稳定的网络呢,就是 我们这个常常就是说边缘节点各语音上 它的网络没那么稳定的 比如说我们移动的车啊,摄像头啊 甚至其他的一些场景下 所以这个呢,就要依赖我们的这个不一定的网络情况下 做一些优化 好,下面呢,就是边缘制制 边缘制制我刚刚讲了 边缘制制是什么概念呢?像KBiOS里的Coplet呢 它现在的数据都存在内存里 其实如果它挂了再起来 因为它的网络是稳定的 它会重新做一个listwatch 把数据拿回来 好,我们这个在边缘场景下呢 因为你有时候可能 比如说接点离线了 然后那个刚好又挂掉了 你如果不在本地保存一份呢 可能应用就恢复不了了 所以我们其实也做了个本地自制呢 其实就是在本地做了个数据库 把数据缓存一下 这样的话就是后面 就我网络断掉 然后我边缘发生一些重现什么的 我的应用可以 还是可以就是恢复的嘛 好,最后一个呢 就是一个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呢,就是 我们其实在KBiOS里面呢 它有一个简单的叫 我们认为呢 它在就是IoT这种设备介入呢 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定制了一套 就是设备介入的这种框架 后面我会简单介绍一下 好,上面讲了一些背景呢 这个呢我要介绍一下 就是CubeEdge的一个架构 CubeEdge的架构呢 可以从这边呢 可以看到它分为语音边端三侧 对,语音上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Cubernetes的一个控制面 对,它就是一个Master 我们都没动过 好,旁边呢 可以看到有一个CloudCon 然后还有一个HCall 这里呢,大家可能会有疑问 就是为什么你们这里需要一个CloudCon呢 对,就是我刚讲了 因为我们要基于这种不稳定的网络呢 里面其实做了一些优化 所以这里呢,我们其实就是 做了一个CloudCon 对,然后下面呢 相应的有HCall 然后CloudCon呢 这边可以看到 我这边给它 把它里面组件裸裂了一下 有像HController DeskController 还有CloudHub 这个CloudHub呢 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数据传输的模块 它呢,跟HCall呢 这里有没话出来 它其实这里有个HHub 就是CloudHub和HHub呢 然后配合会做一些数据传输 对 而上面整个的一个流程呢 就是我HController呢 从Cubernetes这边 ListWatch数据拿回来 然后呢,会给到CloudHub CloudHub呢 会传到我们这个HHub 好 这里呢,就是说我们这个CloudHub 跟HHub这个传输呢 相比这ListWatch呢,有什么优势呢 就是说 像我刚讲的ListWatch呢 它可能会触发这种 就长时间断开呢 会触发这种Released的 Released 这样的话就是对我们其实 中心云上这种带宽消耗比较大 然后我们这个CloudHub跟HHub呢 就是我们在里面做了一些 就是增量传输的控制 就说比如说我有一个数据 我已经传过了 好,那我这边云上就记录下来 下次即使是你边缘端再连上来 我就不会重复传输了 我只会传输我最新的更新的数据 对,这就是一个差量的 一个数据传输 这样就介绍了 像CoopLentis里面 它那个Released带来的消耗 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CloudHub呢 跟HHub传输呢 它这个数据呢 还会做一个可靠的这个校验 就是我CloudHub传输了一个数据 然后我这个HHub这边呢 会给它回一个响应 只有我这HHub这边的响应上去了 我CloudHub其实认为是 传输成功了 如果这边没有响应 那我Cloud这边呢 认为你还没收到 我就会从事 直到你收到为止 好,这样呢 我们做了一个可靠机制 好,这里呢 可能大家又会有一个疑问 就说你做了这个可靠机制呢 因为你发下来呢 下面还会给上面回一个响应 这样的话就是说 你这会不会就是本身对性能 有一些损耗 因为你还要响应有效率上去 其实呢 这里我们也做过一些大规模测试 因为我们的响应呢 只是回复一个信号了 啥 就是没什么数据 就是控制信号 它其实数据量是很小的 对 对整个性能的这个 跟我们就是那个 像list的那种 就是我们本身的那种业务数据 相比呢 是很小 所以它的消耗呢 可以忽略不计的啊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云边通道呢 针对这个不一定网络呢 做了一些优化 好 这个呢 是这个网络通道的优化 后面我讲那个 规模部署的时候呢 还会介绍一下其他的优化 好 这里呢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大家有 又会有疑问 就是说 你把这个云边通道都改掉 就是把listwatch改掉 就是说我们其实有很多应用 像operator 像CI 或者CSR插件的 它在这种节点上运行呢 本身就 依赖于我们这个listwatch机制 就你这样改了会不会有问题 其实呢 我们在边缘agcode呢 这里起了一个 一个很简单的小server 这个server呢 是兼容KPS API的 加拿大就是你边缘部署的那些 需要用KPS接口的operator 或者CSR插件 都可以从这边呢 来获取数据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既保证了 我们在不一定的网络下 进行的一些优化 对 又保证了呢 我们在边缘上的一个生态的兼容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整个针对这个不一定的网络 做的一些优化 好 整体架构呢 我就先介绍到这里 好 下面呢 就是我 先结合两个案例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为什么 对这种不一定的网络优化 就是需求这么强烈 好 第一个这个案例呢 就是这是一个上汽的一个 一个案例 上汽呢 就是他们把CoopEdge呢 装到了他们的那个车里 对 这个是整个架构图 也是分为云边端 其实三次我都会介绍一下 云上呢 就是他们的中心云呢 部署了一个CoopEdge的控制面 一个Master 然后呢 这边呢 就是部署了我们CoopEdge的Clode Call 对 Clode Call呢 就是然后边缘那个节点可以接入 然后他对他的每个车里呢 部署了我们的Edge Call 就是刚刚那个边缘节点上的引擎 然后呢 再接入控制他车上的这些传感器 好 这样呢 其实他有个特点 就是我右边列出来了 第一个呢 就是他这个规模非常大 他这个车呢 上辆的话都是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台的车 对 然后呢 他这么多车呢 其实都通过无线 然后连上来的 这个网络其实很不稳定的 好 这么大规模下的 比如说这个车呢 经常可能会断线什么的 这样就保证我们 对这种效率 那种机制呢 必须要进行一些优化 使他这种数据传输量呢 尽可能小 因为你那么多车 数据量上来 对 所以我们优化了 只差量了 而且这里还可能会做一些 更新的去层 比如说你 一次一连串更新两个 我们可能只发送后面的一个 那个更新的信号下来 好 对 这个是一个 上汽的这个 智能车的这么一个 案例 他们的特点主要就是量大 然后连接不稳定 好 下面一个案例呢 就是我们的电信天云 他们基于CubeH呢 就是做他们的CDN 下面呢 我画了一个他们的 大概整体的一个模型图 文系统呢 就分为中心云 还有它的各个region区 还有我们的CDN节点 然后中心云呢 就是在最上层 一个中心控制 region呢 就是各个区域 他们就是把CubeH的基群呢 就部署到了这个region区 然后呢 通过CubeH呢 来管理它 就是这个region区 散开的CDN节点 我们知道CDN节点呢 其实都是散开的 好 这里呢 它也有个特点 就是我的CDN节点呢 量非常大 他们目前部署的 这一个region区呢 应该是有四五千个 CDN节点 对 他们呢 都是通过一种 就是没有连线的方式 接到我们这个 region区的这个控制面 对 这样的话 就是说量这么大 而且呢 也没有稳定的网络 这就要依赖于 我们这个稳定的网络下 依赖于我们 对不稳定网络 做这种优化 来使这个系统呢 达到一个 一个稳定的状态 这两个案例呢 他们其实 有共同的特点呢 就是它整个 就是CubeH集群呢 跟它散开的边缘 界点呢 网络连接 没那么稳定 对 所以呢 我们 这也是我们这次 讨论的这个重点 好 下面这个呢 我画了一下 就是我们CubeH呢 它的一个 高可用的一个部署架构吧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前面 这两个案例里面 他们所使用的部署情况 好 上面这个框里面 可以看到呢 是一个 K8S的一个Master 对 它里面呢 因为你这么大的规模上来呢 像我们的APSO ETCD 这些肯定也是都要 多实力部署 这个可以根据你的 那个规模选择 比如说三个 五个 我们通过一个Load Balance 接出来 然后下面这个 深一点蓝色的呢 就是我们这个 CubeX的Cloud Call 对 这里Cloud Call 因为我们也是支持 多实力的嘛 对 Cloud Call 多实力 部署开 下面呢 有个Load Balance 好 这下面呢 就是一些边缘节点 这里呢 我们这个 部署的话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 用户呢 其实你可以根据 你自己的这种业务特点 选择 就你边缘节点 是直接连到 Cloud Call上来 还是 先连到Load Balance上来 再到Cloud Call上来 好 这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在边缘呢 其实像刚刚 像他们这个车也好 CDN也好 他们都有一些Region 这些Region呢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规划 把这个Cloud Call呢 对应一些区域 比如说你 这一部分边缘节点 接到这个Cloud Call上来 另一个 一个小区域的节点呢 接到这个Cloud Call上来 就是他们两个区域呢 可能互不影响 对 如果说你不关心 没有做这些区域的规划呢 你也可以直接通过一个 这个Load Balance连上来 Load Balance 你直接跟他弄得像水上就行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 这里呢 我就讲一个我们这个大规模的原理吧 就说其实我们就是很多边缘场景的用户呢 他们也是对我们有些诉求 就是你像我们的传统数据中心里面呢 可能他的一些节点呢 就是像我们这种服务器 然后这边缘节点呢 就是刚刚讲的一些散开设备 这设备呢量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的用户呢 也是对我们有期望 就希望你们这个系统呢 就接入这些边缘节点的量呢 边缘节点的量呢 能比那个 就在数据中心像K8S的节点的规模更大 比如K8S呢 可能是几千 我们的设备呢 可能是几十万上百万 就是希望你们单集群的规模呢 能够更大一点 好 这里我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能 就是支持更大规模呢 就是像我们在K8S里呢 其实我们这些边缘节点呢 它直接连接到APS上来 其实在我们CubeEdge呢 我们通过ClodeCode这里呢 又缓冲了一层 对 这样的话就是达到 通过这一层缓冲呢 就是我们可以支持更大规模的节点 对 这些节点呢 你可以连到ClodeCode上来 我们ClodeCode理论上来说呢 可以是很多实例 而且很多个 这样就是你的节点呢 可以接上来 对 这样实现一个 这种大规模的一个目的吧 下面一个呢 就是还有社区很多同学关注的 就是我们怎么测试 就是说我们要进行一些规模压测 怎么来测呢 这里我就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测试方式 左边呢 就是我们测试的一个车架构图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下面呢 就是下面浅蓝色这部分呢 是一个K8S集群 这个集群呢 就是一个标准的集群 部署起来就好了 对 蓝色的 它是Master 后面VM呢 这一个一个一个节点 好 上面这个深蓝色的呢 就是我们一个CubeH的一个集群 其实是 其实它是一个CubeH的云端 就是这里是那个ClodeCode那部分 好 就是说我们在压测的时候 边缘节点怎么接入呢 可以看到下面这个黄色的 这一个黄色的呢 其实它是运行在下面这个集群里面的一个应用 就一个Pod 就是你其实在下面这个集群里布一个Pod 这个Pod呢 就是我们把HCode呢 给它容器化掉 然后通过一个Pod呢 在这边提起来 对 然后你这边部署一个Pod 它Pod起来以后 连到上面来呢 就会显示是一个节点 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可以在下面这个集群里 比如说布一万个 或者甚至是多少个Pod 它在下面提起来 然后像上边呢 就会注册成no的 这边上面呢 就会看到有 一万个节点 对 这样的话就是 其实是 节省的资源 对 我们测试的时候 操作也更方便 这是一个部署的模型 对 这样的话就是 其实可以给一个比例放大 比如说你这个节点里可以跑 像CubeCubeLite 比如说是110个 我们其实这里 如果你测试的话 资源够的话 可以调大一点 比如跑200个 这样的话就是我有 这里有10台机器呢 就可以模拟2000个 比如我有20台机器呢 可以模拟4000个 对 甚至你再搞到50台机器呢 我就可以模拟上万的 这种节点 连上来的 这种场景 对 这就是一个 我们这个测试的一个 部署的这么一个框架吧 后面呢 其实我们这个框架呢 也会在社区 给大家就是 做一个工具啊 或者什么呢 方便大家可以 如果想测的话 可以直接用起来 右边呢 这里我列了一些 就是我们测试的一些 指标吧 比如说 食言啊 吞吐啊 scalability啊 就是性能 就多少节点 多少Pod 还有像我们的语音上的 CPU Memory 对 这个呢 也是都是我们 测试的一些指标吧 好 下面呢 就是 针对呢 我们这个不稳定的网络呢 我们可能需要专门的 做一些 就是这种网络故障注入呢 达到我们这种 不稳定网络下测试的目标 对 像其实像 K8S 它的那个 规模测试里呢 往往就是没有测这一块 好 我们这不一定的网络测试呢 我这里列了三个点 第一个呢 就是 有面网络断开 这个断开呢 主要模拟的就是 我节点的大规模 节点的上下线 比如说 我想我能汽车 你那么多汽车跑在那里 肯定同时呢 会有 很多规模的节点 同时上下线 这样的话就是 看下来这么大规模 同时上下线 会不会造成问题 好 我们这里怎么操作的呢 就是其实我把这个节点上的 就是这边节点上的 这个网络给它断一下 然后来模拟这个节点的离线 网络里线 其实你把这边这个 就是我打红插这里 你网络一断开 其实它这个网络 相当于就跟云上 这么一样断开 然后这个它通了 上线 就模拟这个节点的上下线 好 第二个呢 就是网络实验 网络实验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的注入一些 社区有很多工具 我们注入一些这种网络实验的 这种相当于故障注入 然后它在实验下 然后观察它的这个整个系统 这种稳定性能 好 第三个呢 就是网络带宽的控制 这个就很好控制了 这就是我们在 或者直接在云端这里 可以把那个网络带宽 给它限制一下 好 这样的话就是 我观察一下 这种低带宽 这种情况下 它性能 整体会怎么样 好 后续呢 我们也是会整个把这个 测试报告啊 或者我们部署方法 或者社区 发布一个报告 给大家那个参考一下 好 这个是一个测试的方法 好 上面呢 就是我整个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大规模部署 还有测试的一些流程 好 下面呢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社区吧 因为我们本身也是开源社区嘛 好 像Cubex社区呢 我们最早是在18年开源 然后在19年进到CCF 在去年的2020年呢 就成为了这个浮换项目 对 其实在今年呢 我们也迎来了很多大规模的一些商用落地 比如像我们的CIDIN啊 汽车啊 对 好 项目的STAR 下面这些STAR FOC 还有 我们现在有了800多的那个项目的贡献者 200多的这种显单码的贡献者 还有60家的这个 伙伴机构 等会我会介绍一下 好 我们根据那个 现在业务场景呢 也建立了一些SIG和Working Group 比如说我们的AI Device IoT MEC 还有的Wireless 还有我们的机器人 好 大家呢 对这些感兴趣呢 都可以后面 到我们的这个社区呢 可以关注一下 好 这个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社区的一些伙伴 可以看这里面 有国内外的 有像的ARM 三星 还有我们国内的运营商 以及一些其他的云场 像华语云 Docloud 史素 Yu Cubexair 协云 波云 这些 还有呢 有一些科研机构 他们呢 也是用来会做一些科研 这种 对 好 整个内容呢 就在这里 这个这里呢 就是社区的一些资源 就是包括我们的 官方网站 GitHub Slack 大家可以感兴趣 可以关注一下 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社区呢 每周会可以一个社区例会 大家说过有什么需求啊 什么的 都可以到我们例会上来 反馈或者讨论一下 对我们的例会的 这个信息呢 你可以到我们GitHub 那个Cubex的那个 总库的Report 里面查一下这个 meeting的信息 好 下面呢 一些文档 MindList Twitter 大家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关注一下 好 这里呢 最后一页呢 我列了一个 我们Cubex社区的一个 那个公众号 公众号呢 每天呢 会推一些Cubex的一些文章 对如果呢 你有一些 跟Cubex 或者边缘计算相关的文章 也可以给我们投稿 直接在我们公众号的后台 回复都可以 好 下面呢 就是一个二维码呢 是我们国内建了一些Cubex的微信群 你如果想加入我们的群呢 就扫一下这个码 然后联系一下我们的那个社区小助手 然后呢 会把你拉到我们的Cubex群来 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些问题 好 今天呢 大概内容就这样 好 希望呢 大家加入我们 跟我们一起建立一个 我左边写的 多领域 多场景 通用的一个 边缘计算平台呢 通过我们平台呢 是云原生 无处不在 好 好 谢谢大家